老爹退下 燕陵之战的战场上有泥沼 泥沼非常之大 挡在进军营垒前 大家都小心翼翼绕开走 中军统帅鸾叔和副帅范谢 率领自己的亲兵一左一右 护卫着国军 进军车上 少义是驾驶员 鸾真是侍卫长 但战车还是陷进了泥沼 身为中军统帅和晋国大臣 鸾叔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他下车走过来 准备扶国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 鸾真却大喝一声 鸾叔退下 贺令鸾叔退下的鸾真慷慨陈词 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 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 这叫冒犯 放弃自己的职责 这叫怠慢 离开本职工作岗位 跑到别人那里 这叫捣乱 有这三条罪名 你还动吗 于是鸾叔立即退下 鸾真则跳下车来 用力掀起战车 脱离险境 这事在燕灵之战中 不过小插曲 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 其实是有深意的 事实上 鸾叔不但是中军统帅 而且是鸾真的父亲 下级呵斥上级 还劈头盖脸 岂非不忠 儿子呵斥父亲 还直呼其名 岂非不孝 恰恰相反 事实上鸾真的做法 完全符合礼仪 也合乎道理 首先 这是在国君面前 君前无父子 无论什么人 当着国君之面 都要直呼其名 这个规矩 一直延续到明清 其次 鸾叔如果把国君 转移到自己车上 就无法再行驶 中军统帅的职权 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 第三 鸾真的职务是车诱 按照当时的制度 车诱的任务 原本就是保障安全 和以备万一 鸾真该做的事 鸾叔又岂能阅足带袍 那可真是 勾拿耗子多管闲事 不折不扣的 亲权或阅权 由此可见 所谓军人陈忠 父辞子孝 有先后 公司不能两全 则先公后司 中孝不能两全 则先中后孝 在人君面前 人父必须退居二位 而且 为了让儿子尽忠 做父亲的 往往要委屈自己 甚至牺牲生命 比如 胡秃 胡秃 胡秃是 晋文公 崇尔的外祖父 在晋献宫时 曾担任 太子申生的驾驶员 献宫去世后 国君是惠公 惠公担任国君 十四年 与宋湘公 同在公元前 六百三十七年去世 继位的是 他的儿子 视为怀公 怀公很清楚 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 和众望所归 其实在公子崇尔 崇尔流亡国外 胡秃的儿子 胡毛和胡眼 追随左右 实在是怀公的 心腹之患 于是怀公 把胡秃抓起来 做人质 怀公对胡秃说 只要把儿子叫回来 寡人就免你不死 胡秃却拒绝 拿原则做交换 他对怀公说 君臣关系 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 因此也不能随意改变 成为他人之臣 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检册上 叫册名 其次要向人均 敬献礼品 叫伪制 这两件事 都表示以身相许 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 就忠贞无二 永不变心 显然 春秋时期 有两种关系 公私与君臣 职务对职务 是公与私 个人对个人 是君与臣 君臣关系 高于公与私 也重于公与私 因为不能效忠主公 也就不能效忠国家 因此 必须先中君 后报国 哪怕那人均 并非王侯 甚至流离失所 这就是糊涂 他们代表的 主流观念 于是糊涂说 做儿子的能够 担当重任 是因为 做父亲的 教义忠诚 陈这两个儿子 成为 重儿之臣 已经很久了 如果陈 把他们叫回来 那就是教唆叛变 做父亲的 教唆 儿子叛变 又拿什么 来效忠于君 若不杀臣 那是军上的英明 也是下臣的愿望 如果滥用刑罚 以逞淫威 请问 又有谁不是罪人 下臣 听命便是 淮宫便杀了糊涂 可惜 淮宫此举 只是成全了糊涂 却并不能改变 自己的命运 第二年春 公子崇尔 在秦国军队 护送下回国 视为晋文宫 为此诸侯们 举行了盟会 主持人 便正是糊涂的儿子 崇尔的舅舅 胡言 至于怀宫 在崇尔启程后不久 就逃出国都 后来又被谋杀 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军 血案早已发生 怀宫成为晋军 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 晋怀宫是惠宫的儿子 献宫的孙子 晋献宫女人多 儿子也多 齐江生身生 糊涂的女儿胡姬生崇尔 胡姬的妹妹生怡吾 黎姬生西齐 黎姬的妹妹生卓子 这些女人当中 最有心机的是黎姬 黎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能够接班 使尽了阴谋诡计 最后太子深生被逼自杀 崇尔和怡吾 先后出走流亡国外 西齐被立为太子 黎姬似乎可以得偿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 是荀西、李克和批正 李克原本是支持太子深生的 深生死后 又私底下支持崇尔 表面上中立 批正则跟李克一伙 县功和黎姬 可以依托的只有荀西 何况 荀西非常有能力 向渝国借道攻打国国 导致渝国唇亡齿寒 最后被灭 就是荀西的手笔 于是 近县功脱孤于荀西 县功说 这个弱小的孤儿 就拜托给大夫您了 大夫 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西伏地叩首说 夏臣将忠贞不二 竭尽全力 小全马之劳 为骨弓之臣 如果能够成功 那是军上在天之灵的赐福和保佑 不成 臣就去死 这是庄严的宣誓 当然 必须履约 事实上 晋献功死后顶多一个月 李克就发动了兵电 而且事先把情况通报了寻息 李克说 西齐继位不得人心 太子身生公子崇尔和公子姨吾的旧部 愤怒已经到了废殿 天怒人怨 兵变一触即发 先生打算怎么办 荀西说 我去死 李克说 恐怕没什么用吧 如果因为先生的死 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军位 倒也罢了 如果先生自尽 那孩子照样被废 又何必去死 荀西说 在下对先军有承诺 不可言而无信 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 又想明哲保身 做得到吗 所以 虽然我只死无济于事 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再说了 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在这一点上 请问谁不如我 我自己既然忠贞不二 那么能拦住别人 不让别人效忠吗 李克马上就听明白了 荀西只是要效忠 却未必效力 甚至也无力可效 所谓 我欲无二 而能为人一呼 其实就是不阻拦 李克的兵变 这个不阻拦 可以理解为 无能为力 也可以理解为 尊重李克的效忠 总之 荀西的态度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各为其主 各尽其责 成败与否 听天由命 有了荀西的态度 李克立即动手 这年十月 李克在居丧的茅屋里 杀了西齐 荀西也立即准备自杀 有人说 不如立西齐的弟弟 卓子为君 尽力辅佐 也算履行了诺言 于是 荀西就立 卓子为国君 并安葬了晋献功 然而到十一月 李克又在朝堂上 杀了卓子 荀西 无路可走 终于自杀 西齐和卓子 先后被杀 有资格继承军位的 就只剩下 崇尔和宜吾 两位公子 这时周天子 已经没有多少权威 谁当晋军 得由大国说了算 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 齐国和秦国 大国扶持的国君 站不站得住脚 则要看朝中重臣的意见 大臣中有发言权的是 李克和批正 君位落入谁手 全看着两个大国 两位大臣 于是 乙吾派人向李克行贿 许以焚扬之意 又派人向秦国行贿 许以河西之地 秦穆公问来人 乙吾在国内 靠谁支持 来人说 公子没有支持者 也没有反对派 而且从小就性格内派 顾公听说 便觉得让这个 孤立无援的 没用家伙做晋军 其实符合秦国的利益 便派兵护送乙吾回国 这时的中原霸主 是齐桓公 晋国的内乱发生后 桓公就联合诸侯派兵 到了晋国 于是以齐国为首 秦国为次 诸侯一起立乙吾为军 视为晋汇公 李克原本是要立崇尔的 但被崇尔谢绝 也只好接受乙吾 天上掉馅饼 乙吾捡了个大便宜 他的儿子怀公 后来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 则算是小便宜 亦或是大不幸 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 也就在这年 宋湘公即位 宋湘公和晋汇公 同年即位 同年去世 可谓难兄难弟 不同的是 宋湘公即位后 重用子于宋国大治 他的错误在外交 而不在内政 晋汇公 却是内政和外交 都一塌糊涂 他儿子怀公 后来死于非命 其实是他造的孽 但怀公并不是 第一位死难者 事实上 从县公到文公 晋国的宫廷斗争 持续不断 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 可谓血案迭起 最先冤死的是 太子申生 其次是西齐 第三是卓子 寻西是第四位 而且寻西尸骨未寒 便轮到第五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李克 又起屠刀 李克是被晋汇公逼死的 公元前651年 汇公靠着齐国和秦国的支持 成为国君 第二年 周天子派大员 会同齐国大夫 确认了他的国君身份 这个时候 晋汇公大约绝的地位一稳 便向李克举起了屠刀 惠公杀李克 有多种原因 比方说 他曾许诺封李克 以焚羊之意 现在却想赖账 这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 他答应割让给秦国的 和西之地 就赖掉了 又比方说 李克毕竟杀了西齐和卓子 还变相地杀了寻西 由此重罪 不处理 似乎没法交代 更重要的是 李克支持的是崇尔 崇尔虽然人在国外 但威望和声望 都比惠公高 如果李克和崇尔 理应外合 惠公是抵挡不了的 于是 惠公找李克谈话 惠公说 没有大夫您 也没有寡人的今天 不过 话虽如此 毕竟有两位国君 和一位大夫 死在了先生的手上 做先生的人均 岂不是太难了吗 李克说 下臣不杀那三人 军上岂能回国即位 既然要加罪于臣 哪里害怕找不到说法 又何必弄得那么麻烦 臣 已经听到军上的命令了 说完 李克拔剑自杀 李克自杀后 批正本人 以及李克和批正的死党 也被惠公手下诛杀 但血案 并没有到此为止 下一个被杀的是庆正 只不过 要到五年之后 庆正是晋国的大夫 他的被杀 是因为对惠公的所作所为 实在看不下去 事实上 从逼死李克 到杀掉庆正 前后五年间 惠公的表现 确实像一个十足的混蛋 杀利克那年 他的屁股刚刚坐稳 就派批正到秦国去赖账 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 据史记 晋世家 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 宜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 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 可是大臣们不同意 大臣们说 毕国的土地是先军的 宜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 哪有权利擅自给人 寡人争不过他们 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 但对秦国来说 却是自作自受 实际上 当年秦穆公为晋国责军 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 考察的结果是 从而更仁义 讨论的结果 却是选个差的 那考察团团长对穆公说 人有志 武有志 人志德 武志福 意思是 如果要弘扬仁义 那就为他们选个德才兼备的 如果要称霸中原 那就为他们选个老实芭蕉的 秦穆公当然想称霸 就选了晋惠公 这个老实人 谁知道 老实人未必老实 晋惠公虽懦弱无能 却也厚颜无耻 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 只好吃哑巴亏 问题是 事情还没完 赖账之后三年 晋国发生饥荒 晋惠公又厚颜无耻地向秦国购买粮食 秦国军臣经过研究 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 因为自然灾害 哪个国家都会有 救灾蓄灵 乃是人间正道 秦穆公也说 他们的国军虽然可恶 但是人民又有什么罪过 于是 秦国以德抱怨 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 源源不断 史称 泛周之意 然而第二年 秦国发生饥荒 向晋国购买粮食 却居然遭到拒绝 晋国军臣讨论这事实 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 皮之不存 毛将安抚 也就是说 兑现承诺 割以河西之地 这是皮 买些粮食给晋国 则不过是毛 皮都赖掉了 给几根毛有什么用 这点小恩小惠 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 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 不如破罐子破摔 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 惠公横以为然 庆政却完全不能同意 他说 忘恩负义 无亲 幸灾乐祸 不仁 贪小便宜不详 得罪邻居不义 这道理 普通老百姓都懂 谁要是这么做 即便是亲人都会结仇 何况 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愿 晋慧公不听 这一下 秦晋两国 便结下了梁子 庆政跟惠公 也有了嫌隙 这梁子 终于导致 秦国和晋国开战 自以为是的 惠公也做了俘虏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 晋惠公被秦国释放 而惠公回国之后的 第一件事 就是杀庆政 我不逃 庆政坐在国都等死 导致惠公一定要杀庆政的 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 公元前六百四十五年 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 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 迎来了大丰收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 要向晋国讨还公道 下历九月 秦慕公御驾亲征 率兵伐晋 晋惠公也亲自上阵 迎战秦军 礼直气壮的秦军 斗志昂扬 乘胜前进 晋军则一败再败 三败而致寒 惠公问庆政 敌军深入我境 怎么办 憋了一肚子气的庆政 反唇相激 这不是军上 让他们深入的吗 能怎么办 惠公气急败坏 大喝一声放肆 于是 刚愎自用地进惠公 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 坚决不让庆政 担任他的车友 后来又不听庆政劝阻 坚持让郑国出产的 小四马拉车 如此固执己见 死不悔改的结果是 十四日这天 惠公的战车 陷在烂泥里出不来 惠公这才急了 向庆政呼嚎求救 庆政却置之不理 不但不理 还气横横地说 刚愎自用 不听忠信 背信弃义 无事占卜 这是自求其败 何必要搭我的车 下沉这辆破车 恐怕不值得军上 用来屈尊逃亡 后面的细节 就不甚了然 我们只知道 当时秦穆公的处境 也很危险 禁军这边 已经有一辆战车 迎上了穆公 眼看就要俘虏他 但按照左传的说法是 因为庆政在 晋汇宫这里耽误了 所以穆公得以逃脱 按照国语的说法则是 庆政要那辆战车 来就进汇宫 这才放跑了秦穆公 总之 秦穆公没事 进汇宫被俘 人军不公 人臣不忠 汇宫的被俘 就由自取 但后果却很严重 如果就事论事 则进军的战败 汇宫的被俘 庆政都是有直接责任的 因此 后来晋汇宫被释放 即将回国时 就有人建议 庆政逃走 庆政说 我不逃 对此庆政的说法 是这样的 照规矩 军队溃败 就该自杀 主将被俘 就该去死 我庆政既害的 国军兵败被俘 又没能在兵败之后 以身殉国 已经罪不容赦 如果居然还逃亡 让国军失去 惩罚罪臣的机会 那就不像人臣了 明明是人臣 又不像人臣 如此臣而不臣 还能逃到哪里去 于是 等着汇宫来抓他 被释放回国的 惠宫走到城郊 听说庆政没有逃亡 便立即下令 将他捉拿归案 惠宫说 你这罪人 为何不逃 庆政说 为了成全军上 像当年军上即位 如果履行诺言 以德报德 国事就不会下降 国事下降后 如果接受劝谏 采纳中严 战争就不会爆发 战争爆发后 如果启用梁将 用兵得当 也不至于战败 现在败都败了 能做的就只剩下 诸杀罪人 以泄天下 这个时候 如果还把下沉 我给放跑了 又怎么保得住 封国呢 所以 臣特地等在这里 以保证军上 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 惠宫一听 简直就要气疯了 连声喊道 快杀了他 快杀了他 现在就给我杀了他 庆政却很平和 心平气和的庆政 微微一笑 距离直言 是微臣的正道 依法执行 是微军的盛名 总之 军臣都讲一个侄子 国家才有力 所以 就算军上不动手 下沉也会自杀 史家没有记录 当时的天气 按节气算 这会儿 天地之间 应该是一片肃杀 晋国的大臣们 则分成了两派 一派主张释放庆政 让他戴罪立功 另一派则认为 不但不能饶他一死 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 因为庆政最大的罪恶 就是无视君父 自作主张 这家伙 战争中已经自行歧视 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 苟如此 则刚记何在 体统何存 其实 这是会公的最佳选择 是采纳前一种建议 因为这样做 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 臣下有主动就行的美名 对晋国是有利的 可惜 会公是个混蛋 是混蛋 就不能指望他做出英明决策 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 变成大混蛋 因此 会公最后还是杀了庆政 好在庆政被杀后 会公似乎也吸取教训 懂得了收敛 此后八年 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可以说 庆政没有白死 但顾太子身生 可就死得太冤了 怎么都得死 太子身生是被黎姬害死的 为此他机关算尽 第一步是怂恿晋献公 让太子身生迁到屈卧 公子崇尔迁到蒲 公子宜吴迁到屈 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 只留自己的儿子西齐 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 第二步是怂恿晋献公 派身生率军出征 身生如果战败 就以此治罪 如果胜利 则诬陷他有野心 可惜 身生班师回朝后 虽然流言四起 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 于是 黎姬使出最后一招 亲手制造了一起 投毒案 公元前656年 黎姬语意丰满 开始实施犯罪 圈套和陷阱士 谎称晋献公 梦见了身生的生母 齐江 按照当时的制度 身生必须立即祭祀 祭祀之后 还必须把酒和肉 献给君父 这时 宪公正好外出打猎 利用这个时间差 黎姬在肉和酒里 下了毒 宪公 死是没有价钱可讲的 因为这是 弃君和弃父的双重大罪 以遂则当诸 未遂得自杀 问题在于 这是冤案 而且 案情如此简单 难道就无人识破 黎姬步步紧逼 身生就毫无感觉 县公偏心眼 黎姬狐狸精 路人皆知 那些朝中大臣 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 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 或者说 一个帮助身生的都没有 当然有 但为了恪守陈道 他们都退下阵来 比如李克 晋献公派身生率军出征 李克是表示了反对的 但献公不听 李克也没有坚持 相反 他对身生说 为臣只怕不忠 为子只怕不孝 费力之事 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 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 有人说 李克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 甚至就是为臣之道 这话恐怕可以商榷 比方说 后来他杀西齐和卓子 怎么就毫不手软 就不讲君臣大义 说到底 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 之后的黎姬和西齐 孤儿寡母 好欺负 这样看 后来李克被相对强势的 惠公所杀 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 再说糊涂 对于身生的率军出征 糊涂也是劝阻了的 但是身生不肯听从 他说 君父派我出来打仗 不是因为喜欢我 而是为了考察我 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 不如一战 不战而返 罪过更大 作战而死 至少还能留下美名 结果不出糊涂所料 身生回国 谗言四起 于是糊涂闭门不出 李克和糊涂的温良公俭让 其实是姑息养奸 当然以糊涂当时的地位 多半也是无能为力 李克却不是无力 而是无心或无胆 事实上 离击要谋害太子 李克是知情的 然而他左右为难 他的同伙批正 则表示没有主意 李克便对批正说 使君我不敢 帮凶我不能 我只有躲起来 于是李克也称病不朝 三十天后 离击得逞 最后说身生 身生名为储君 其实是个苦孩子 母亲身份不明 父亲另有所爱 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 都是要乖 要好 要听话 要尽忠 要尽孝 从来就没人告诉他 他自己有什么 个人权利可以主张 也不知道 该如何主张 因此当身生 被离击诬陷时 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 有人对他说 太子去申辩吧 君上一定能明辩是非 身生 却心灰意冷 身生说 我去身边 离击就得问罪 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 没有离击 他老人家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君父不开心 身生怎么可能开心 鲁西宫四年 下历十二月二十七日 身生在屈卧 上吊自杀 冤死的身生 死不瞑目 据说 死前身生 托人带话 给闭门不出的糊涂 身生有罪 不听您老人家的话 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 身生并不敢贪生怕死 只是心疼 国君老了 国家又多灾多难 您老人家再不出山 奈无君和 如果您老人家 肯出来做事 身生就算是 拜您所赐而死 将无怨无悔 糊涂后来的死结 或许与此有关 再说君臣 现在似乎该检讨一下 君臣关系了 君臣父子 历来被看作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想当年 年轻的孔秋到齐国找工作 景公问他何以治国 孔子的回答便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也就是君向君 臣向臣 父向父 子向子 齐景公 则点头称 是说 是啊 如果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就算是有粮食 寡人吃得到吗 事实上 君臣父子 这四个字 乃是中国古代 最重要的政治理念 道德规范 和制度设计 因此从西州一来 就被着力打造 建立和维护 不容动摇 当然 秦汉前后 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 从西州到春秋 理论上讲 是家臣效忠家军 国臣效忠国君 天下之臣 效忠天下共主 即士效忠大夫 大夫效忠诸侯 诸侯效忠天子 逐级效忠 到战国 天子没有了 三级效忠 就变成了两级效忠 但逐级效忠不变 君臣关系也不变 秦汉以后 诸侯没有了 逐级效忠 变成直接效忠 皇帝是唯一的君 其他人 从官员到百姓 都是臣 不过 这也要看世道 如果天下大乱 则各位其主 比如东汉末年 就是周瑜 效忠孙权 官宇 效忠刘备 郭家 效忠曹操 效忠对象 虽不相同 君臣关系 仍然是刚 很显然 在中国古代 君臣关系 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君主制度的基石 其他关系 也都可以看作君臣 比如父亲是家君 丈夫是夫君 兄弟和朋友 看似平等 那是因为 上面还有君父 没有君父 大哥便是君 君臣之道 岂非大义 可惜 他先天不足 不足在于不平等 君父 毋庸置疑地 高于臣子 这可是违背 人之天性的 因此 不能不设法弥补 弥补的办法 是用对等 来替代平等 比如 君人臣中 父辞子孝 或 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终 也就是说 君臣父子 都有道德上的义务 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 一旦失礼 很可能代价惨重 这事 有案可及 公元前 559年 魏县公 请两位大夫吃饭 两位大夫 依照礼节 衣冠楚楚 准时准点 来到朝堂 恭恭敬敬地 等在那里 然而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太阳快下山了 魏县公还不露面 最后才发现 他在园子里 设宴 而且 见了两位大夫 居然不脱皮冠 就跟他们 说起话来 这是严重的失礼 我们知道 皮冠是 戎装 或猎装 所以 君臣相见 即便是在战争中 或狩猎时 也至少要摘下皮冠 魏成功16年 晋国大夫细致 三次遇到 楚王战车 每次都要免官 楚公王派史杰去慰问他 他立即免官听命 鲁昭公12年 身穿猎装的楚灵王 接见自己的大臣 则不但免官 而且去批舍鞭 这些动作都被左转隆重的 一一记录在案 可见意义之重大 实际上 服饰在古代中国 都是有意义的 比如不摘皮冠 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 或野兽 请客吃饭 而酌猎装 更是公然的羞辱 魏国这两位大夫 忍无可忍 怒不可遏 便发动兵变 把县公驱逐出境 12年后 才让他回国 此事发生时 晋国的国君 是道公 道公问他的阅师 施矿 魏国人驱逐了 他们的国君 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施矿 却斩钉截铁地回答 恐怕是 他们的国君太过分 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 也是人民的希望 如果人民失望 那又何必要他 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 上天为人民立军 难道是让他 骑在民众头上 作威作福 这话说的 掷地有声 应该喝彩 可惜 君要人 父要辞 要像君和父的样子 并没有可操作的 制度来保障 也没法进行监督 他们人不人 辞不辞 守不守理 相不像样 全靠自觉 相反 君父们的绝对权威 则天然合理 无人质疑 不可动摇 结果是 君可以不仁 臣不能不忠 父可以不辞 子不能不孝 甚至一旦君父昏暴 则很可能不幸如身生 尽忠他得死 尽孝他也得死 不死就不忠不孝 死则忠孝两全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 于是 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 或者看着办 糊涂 理克和庆政的共同特点 就是恪守臣道 但不出卖良心 也不放弃尊严 要杀 随你 要命拿去 我可以去死 但话要说清楚 死得不明不白 不干 寻息则是另一种态度 那就是无条件的尽忠 在他看来 受人之托尚且要忠人之事 何况是君父所托 至于成功与否 则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和选择 因为不管怎么说 君总归是一国之主 父则无疑是一家之主 君主蒙修则举国蒙修 君主蒙难则举国蒙难 所以惠公被俘后 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 拔起帐篷跟着走 秦穆公无奈 只好派使者去传话 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 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 不过是要告慰贵国顾太子的在天之灵 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 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 行起了将王或以王之国的大礼 三次下拜 三次叩首 他们说 伟大的君上 您老人家脚下是地 头上是天 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 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 斗胆站在下风口 等候您仁慈的命令 后来晋汇宫被释放 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 当然 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 其中之一 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 我会不会放下出 適合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